是不透明不负责任 事实上这一次美方非常神秘地 让康乃迪克号进行海底探测任务 就有人透露 是为了要在南海招出一条全新的通道 可以自由通行好侦测大陆 没想到因为南海海底地图的标示不清 美军弄巧成拙 酿成大火 海狼级核动力潜舰在南海撞击海底山 美国海军调查后发现 这是可以避免的意外 下令开除舰长 副舰长 以及一名高届干部 CNN访问地理学者指出 南海向来是世界各国兵家必争之地 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 中国大陆在南海建造许多人工岛屿 并建设军事防御 但实际上标示出的海底面积 只有不到50% 也是造成撞击事件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次事件还有更多细节曝光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员透露 康乃提克号这次全程保密到家 不得已才公开事故资讯 是因为这艘海狼级潜舰 很可能正在海底下执行秘密任务 目的是找出一条全新的航行通道 追踪大陆海军 可疑的是发生事故时 正有六国海军参加美军主导的演习 不包含康乃迪克号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 美军针对诸多事宜 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说明 曝露美方不透明和不负责任 事故发生今一周后 美方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 说核潜艇创上了不明物体 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后 又说创上了不知名的海底山 美方还将事故地点刻意模糊为 所谓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 对核潜艇的航行意图 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 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 深圳的领海 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 以及破坏海洋环境 等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 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CN报导引述美国海军报告指出 这艘康乃迪克号 是美国最先进海狼级攻击核潜舰 因为造价高昂 美国只有三艘 能装载大量鱼雷 比美国最新的维吉尼亚号战舰还要大 并且以无声且每小时46.3公里速度前进 跟美国海军主力的驱逐舰一样快 康乃迪克号的一场意外 暴露美国企图在南海超前部署 但却因为意外事故 反而使中美南海角力 犹如火上加油 对峙升高 记者张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